而在这一次中小学联合运动会中 是台东今年第一场的大型田径赛 但为了因应肺炎的疫情 今年是取消了开闭幕典礼 而防疫不松懈 县府也要求参赛单位和工作人员 要做好健康的自主管理 进入会场的民众 除了有热显像仪器测量体温 还要戴口罩 酒精消毒让防疫工作滴水不漏 工作人员要求民众戴上口罩才能进场 这次的台东中小学联合运动会 是台东今年第一场大型田径赛 而为了推动体育活动 并发掘县内体育运动人才 加上考量各校选手参赛权益及成绩 作为日后升学参考一句 因此今年赛事并没有因为新冠疫情改期 但为了因应疫情的防护与宣导 除了取消开闭幕典礼之外 县福教育处也要求各参赛学校 在竞赛期间加强选手 卫教宣导及健康自主管理 更在出入口设置热显像仪器测量体温 并要求民众戴上口罩 受不酒精消毒 让防疫工作滴水不漏 这讲解台东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